歌手总导演要离职! 细数他挖掘的黑马、乐平人、邓紫棋第一。 歌手是最受欢迎的音乐竞技节目之一。 从以前的《我是歌手》到《歌手》2018,共播出了六集。 每一季收视都非常好,而每季的黑马更是一龙卷风的速度走红。 而负责了六季节目的总导演洪涛,据说要离职。 洪涛确实为这个节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每一季都有黑马,都有精细。 尤其是前几季的时候,简直就是爆款歌唱节目,收视率遥遥领先。 每季每季每季播出的时候,著名乐平人耳地都会在微博上做评论。 对于歌手的黑马,耳地在评价张天时,给每季黑马做了一个排名。 不出意外的,耳地和观众们一样,很认可邓紫棋的表现。 超强的唱功,有张力的舞台表现力,排上排下性格的反萌差,都让邓紫棋变得独一无二。 唱《If I wear a boy》时的酷拽和狂野,排风令人震撼。 唱《喜欢你》时候的温柔,独特的声线,给了这首歌新的诠释。 《龙卷风》时候的大气。 那个时候,邓紫棋只有23岁,真的可谓是黑马。 有着鲜活的音乐创造力和令人震撼的台风。 《那个时候的我是歌手》第二季很精彩。 第一季自然也是精彩的。 黄启山的超强唱功令人心服口服,第一季也是高手如云。 第四季的徐佳莹,唯一范儿,创作能力很强,声音很好听。 到了歌手200时期的时候,迪玛西的超宽音域和帅气面孔,让观众们充满期待。 可以说,歌手每一季都让观众有期待。 这一季阵容可能没那么强,毕竟节目已经办了这么多季,观众们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,而且歌手也难请。 估计这是洪涛辞职的原因吧。 无论如何,希望这个节目接下来会越办越好,还是有很多优秀的歌手值得被挖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